10月18号 朋友 您好 我是江峰 918事变 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 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 这中间日本人并没有放弃蚕食中国 在1933年 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 指挥关东军企图攻占热河 谷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 四级近战冀冬 好嘛 那个热河政府主席叫做汤玉玲 他把军车扣下来 运他的东西 运什么呀 鸦片 然后自己跟着军车一起逃到天津去了 留下了一个什么人呢 留下那个挖慈禧太后墓的孙殿英在那守城 你想 那个盗墓贼 他当兵就是为了钱 他愿意跟日本人拼命嘛 结果气首热河 日军128名骑兵就攻占了承德 只有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原部雪战 长城各关口取得了洗风口大姐 当时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巨大 国民政府在积极备战发展经济的同时 竭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 多一年忍耐 中华民族就少一份重大牺牲 多一份胜算 后来历史发展是证明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是独立抗战 人面对疯狂的日本侵略孤立无援 那五年是牺牲最大的五年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重点仍然落在安内 就是整编各路军阀剿灭中共匪患 为战争做好准备 采取了忍让退让 最后双方签订了唐沽协定来战息争端 停止了长城战役 却也留下了后来七七卢沟桥事变的隐患 就在长城抗战期间 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涌起 在华南有敏变 敏就是福建的简称敏 就是福建 就是十九陆军在福建领理中央 宣布福建的独立建国 当时江西已经有了一个苏维埃国家了 然后福建也要来一个叫中华共和国 他要跟江西苏维埃合作 结果当时苏区的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派的王明 正在为争夺领导打的是不亦乐乎 那么王明的中共中央就发表声明说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第三条路线 所以他根本就不支持十九陆军 后来十九陆军就向国民政府投降了 中华共和国的领导人蔡廷凯、李继生逃亡香港 同一时期 在华北发生了查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么一个事件 哎 这个事件就不一样了 这中共不仅支持 那么多年以来 还把这个事塑造为中共领导的在1937年之前的抗日壮举 同时这个事件和918一样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证明国民政府不但不抗日还扼杀别人抗日 从而间接证明国民政府是无能卖国 但是事实真相又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先说说这查哈尔同盟军的两个主角 冯玉祥及鸿昌 冯玉祥是个老牌军阀了 他最早是投靠袁世凯 后来宣布反袁世凯 他投靠直系军阀 后来又投靠凤纪军阀 然后把直系军阀的总统给抓了 后来又拥护三民主义 倒向孙中山 反过来向各路军阀宣战 把小皇帝还赶出了紫禁城 这也他干的 后来他发现孙中山来北京说 哎 你怎么一个人来北平啊 你的军队呢 孙文先生说 军队在南方 冯玉祥一看 不靠谱 于是又投靠各路军阀出卖孙中山 为了获得西方支援 冯玉祥宣称自己是个基督教徒 后来他又投奔苏联 表示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拿到苏联的一百多门大炮之后呢 他又跟蒋介石一结金蓝 把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都礼送出国了 最后呢 又跟蒋介石脑翻了 讨伐蒋介石 冰败之后 他睁眼一看 哎哟 谁都被他出卖过了 找谁都不灵了 只好隐居起来了 那么西北军的部下纷纷的参与整编 投奔中央 这里面就有刚才说的领导长城 抗击日寇战役的宋哲源 宋哲源按血统来说 他就是西北军的将领 还有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第二号人物 吉鸿昌 吉鸿昌 中共当权者把他树立为100名抗日英雄之一 大叔特殊 故居的建设呀 雕像的树立呀 层出不穷 他是1895年10月18日 也是历史上今天的出生在河南的 18岁参加西北军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一度担任过宁夏省主席和22军的军长 1930年中原大战 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了 西北军的主力退回西北地区 这冯玉祥是百变金刚的架势 让他的手下很难琢磨 哎呀 这大帅是什么政治取向啊 说老大 你能不能下一步投靠谁 你先跟我们说一声 兄弟们很难做呀 在吉鸿昌也这么想 说你善变 我也别那么厚道了 他就没有跟随败军回西北留下来 率领手下一个军投靠了蒋介石的中央军 蒋介石当时给了河南信仰 让他在那驻扎 很快的就派吉鸿昌去厄玉碗苏区围剿中共 吉鸿昌就感觉 爷 说蒋介石是不是利用 我跟红军火拼 然后呢 把我们双方都给消耗掉 预示他抗命 准备跟红军来达成合作 蒋介石察觉出来了 派出中央军几个师来围攻苏区 顺便的把吉鸿昌的那支军队给收拾掉 吉鸿昌感觉不好 就准备把部下的两个师集结起来 准备宣布起义 参加红军 但是当时呢 几次围剿下来呀 厄玉碗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吉鸿昌部下三师一师三师三师都聚集和红军合作 于是呢 吉鸿昌一下成了光杆司令了 被蒋介石给扣押了 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对这个叛将还是比较客气的 没有把他军法从事 没给他送上法庭 只是取消了他的军权 命令他出国考察 1932年 吉鸿昌从欧美回到上海 并开始和共产党的正式接触 他跑到了自己老部下三师师的驻地湖北麻城 去侧反他的部下 结果呢 只有一小部分官兵跟着他走 到了苏区之后 那个苏区的中共将领是徐海东 他不信任这个军阀出身的这个吉鸿昌 就说李宋出境 客气的说 实际上就是把他给撵走了 这第二次兵变呢 这惹恼了民国政府了 宣布全国通缉吉鸿昌 就在这个时候 日军开始进攻长城了 全国各地抗日热潮涌动 查哈尔曾经是冯玉祥的老地盘 于是隐居多年的冯玉祥和走投无路 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吉鸿昌 利用所谓的抗日作为口号 最容易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了 加上当时苏联和中共也表示说 你只要把中国搞乱了 打破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我给你后援 没问题 吉鸿昌就劝说冯玉祥出山 别隐居了 到咱们的老地盘上去搞一支部队 然后又劝说自己的老部下同龄阁加入 成立了查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这么来的 不过这同盟军打的算得上抗日的唯一的一仗 就是收复多伦 那么这一仗被中共描述成是惊天动地的一仗 实际是怎么回事呢 查哈尔和热和这两个省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查哈尔这个省的省会在张家口 辖区包括现在内蒙啊 河北和山西的一部分 其中还包括一个延庆 现在划给了北京了 热和呢热和省呢 省会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汤玉林放弃的那个城市 城德 辖区包括现在的内蒙河北还有辽宁的一部分 什么府心 葫芦岛啊 就这么一块 这两个省很大的一部分都在现在内蒙古地区 入侵查哈尔的实际上啊 除了二十个日本人做都军之外 根本就没有日本军队 只有刚刚投降日军的热和军和土匪 多伦战役的伪军指挥官叫做李首信 原来是个东北军的这个蒙古族的军官 1933年日本 日本人给他收买了做了伪军 当然做伪军 做汉奸 这名字多难听啊 是吧 要师出有名啊 他就说 我要恢复蒙古自治 要跟日本共同繁荣 为了蒙古人民好的 他就这么当了日本的马前卒 日本投降后 李首信当了战俘 1964年获得了特赦 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多伦战役的这个真相啊 主要来自于李首信当年在战犯管理营的这个交代 然后也得到了吉洪昌部下的佐证 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说这个多伦呢 最早是蒙古的一个喇嘛叫的一个庙宇 后来在庙的附近出现了很多搞贸易的这个街市 慢慢形成的城市 李首信当时手下有六千伪军占领了多伦 7月7号那天呢 查尔抗日同盟军一万人发起了进攻 日本人后来就派飞机支援了伪军 五万发子弹 此后由于连续下了四五天的这个大雨 抗日同盟军的久攻不下 因为都是这个草原嘛 开阔 你要是没有重兵器攻过去 你机关枪一扫 上不来 后来呢 李首信被这个冯玉祥叫下 这冯玉祥派人过来了 找了李首信说啊 这个能不能商量一下 咱们这个抗日同盟军呢 只要这宣传一出去 咱们就名声就正了 然后呢 你也算对抗日有一个大的贡献 这李首信土匪出身的 他一想 哎 这好啊 脚踩两只船呢 日本人得天下 我升官发财 你这个冯玉祥要杀回来了 我也落一个抗日的好名头 于是说 那这样子吧 明天你猛攻多伦 咱们演戏给日本人看 说好了 我退出多伦 一个月后我再回来 你把多伦还给我 那一个月以后 李首信果然是如约回攻多伦 然后同盟军退出 这就是多伦抗日大劫的真实面目 两个军阀的交换 所以当时冯玉祥拿着这个战报去邀功的时候 当时的国民党的这个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在上面批两字 无耻 后来查尔同盟军接受整编了 因为这个唐估协定前一了 这个中日双方已经停战了 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军队了 然后呢 这个冯玉祥继续去隐居了 吉洪昌秘密入党 然后把所有在军内的共产党员从后面给搬到前面来了 索性拉下脸来 那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然后由吉洪昌任总指挥 担任这个军事委员会 担任这支军队的政委的人物呢 就是赫赫有名的柯庆诗 你想 只有这中共军队才搞政委嘛 国民党军队他没有这个政委这一说呀 那么这柯庆诗是谁呢 是唯一活着的见过列宁的中共元老 49年之后成了上海王 我们历史上今天讲过一集是 就是傅雷当年不是被打成右派嘛 就是此宫亲自定罪的 跟吉洪昌一起策划同盟军的几个人 那也是这鼎鼎大名 有一个叫做宣霞富 中共早期地下党 曾经带着胡宗南去报考黄埔军校一期 然后自己又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开学两个月 因为反对蒋校长要搞这个学生革命民主 成了黄埔军校第一名被开除的学生 另一个人叫南汉陈 也很有名 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出现过 是延安重鸦片的决策者 49年后担任第一任的中央银行行长 你看看这个抗日同盟军是怎样的军队 一目了然了吧 目前大陆坚持要树立吉红昌的一个世界 就是它抗日讨贼赤膊上阵挥动大刀的故事 那说的是吉红昌南下近空北平的路上 那这一点是非取直呢 朋友们不用我说就知道了 日本人在东北啊 你到南边往北平去 抗的是哪门的日啊 北平是在国民政府手里 你这是造反 九月份进攻开始了 吉红昌还喊口号呢说打下北平吃月饼 结果月饼没吃成 在北平小汤山被人包了饺子了 这个被中央军给打散了 只身逃到天津的吉红昌的躲在法国租界里 继续联合南汉陈宣霞赋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 跟西安的阳虎城取得联系了 一起积极筹资购买武器 进行武装返奖的准备工作 还进行那个军事培训呢 在天津啊 就是准备什么呢 秘密武装动争 为全国各地培养红色火种 这面对吉红昌这第四次可能的兵变 国民政府是再也坐不住了 军统老大戴笠是亲自部署暗杀活动 吉红昌被击伤 被法租界公布局给逮捕了 后来引渡给国民政府 因为他几次兵变通俄通共进攻北平 1934年11月24日以叛党叛国罪 在北平枪决 并不像共产党宣传的 说是因为抗日被枪决 临行前吉红昌留下一首诗 说恨不抗日死留坐今日休 如果真的生命 如果真的吉红昌的生命终结于多轮战役 那不管那场仗是多么的不堪啊 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 作为当时处境的吉红昌 也许那真是一个不错的生命结局 恐怕只有在了解了历史真相之后 人们才会读出来 他的那首临终诗其中的深意和悔意 历史上的今天吉红昌宣传如同鱼饭的吆喝 刺耳不入心 真相却可以传播的更远 因为他跟终生占的一样高 高中的吉红昌宣传如同鱼饭的吆喝 终生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